好 北台灣的觀眾朋友們 昨天晚上感受特別明顯 因為下了一整晚的雨 但是從今天開始 這天氣會有明顯的轉變了 對大家來看到最主要 就是因為在北台灣的水氣 已經逐漸的移開的關係 而且在未來 這東北季風減弱的情況之下 這溫度也會開始跟著回升 而至於今天到底衣服要怎麼穿呢 來帶大家看到的是 以北部的觀眾朋友們 出門北部高溫上看25度 而至於桃竹苗地區 因為受到低雲的影響 所以它的溫度回升是有限的 而在中南部地區高溫上看 28到30度 像是南部有機會來到32度 而在東部地區高溫 也有機會來到25度左右 而對大家來看到 這樣子的好天氣 會一直維持到什麼時候呢 也就是禮拜一的上半天 來看到禮拜六 禮拜日 禮拜一基本上都是 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但是到禮拜一下午 北台灣的民眾會首當其衝 因為到時候冷高壓南下之後 它的等級大概是強烈大陸冷氣團等級 所以北部溫度可能會來到12度 感受最明顯的時刻呢 來看到了就是在禮拜一的晚上 到時候北台灣的民眾會先感受到涼液 接著是中南部的民眾 也會陸續地感受到越來越冷的情形 而時間點最冷就是在禮拜三和禮拜四 除了它北台灣下探12度之外呢 部分的沿海空曠地區 可能還會再更冷一些 可能達到10度以下的低溫 而且要注意的是這一波強烈大陸冷氣團呢 其實它是夾帶著水氣的 所以可以看到在迎風面地區 包含像是北部還有東北部地區呢 其實它的雨區範圍相對來說比較廣 而且下雨的頻率以及它的雨勢呢 也是比較大的 最後要特別提醒您的就是 這幾天的好天氣呢 其實都還算是滿暖而且滿乾的 而這樣子會一直維持到禮拜一 但是因為西半部地區還是有農物的關係 在2月到5月都是非常頻繁所見 而它的能見度相對來說也比較低 如果你出門的話 到禮島地區也要留意的是航班資訊 而最後要提醒您是下週一晚上開始冷空氣報導 到時最冷是禮拜三禮拜四 民眾都要特別留意 它跟詞有什麼好看 在4月 雙方的牒留